嗨,继续我昨天的努力 今天发一期视频 现在在Urban Spectrum Center 刚跟我们领导吃饭饭 今天就是分享一个美国生活的小常识 怎么去存支票 昨天我们家一个客人刚刚问过我 存支票的事情 然后说要不要再陪我签名 怎么去存呀这种 所以我觉得大家有可能以后会 遇到这类的事情 那么我先分享一下 美国这边 其实电子这种转账非常落后 没有像国内那么方便 我前两天看一个搞笑视频 一个乞丐在乞讨的时候 车内的女主人说 我没有零钱 然后乞丐就拿出一张二维码的纸 让她在扫描 然后女的就转给她二维码 转给她钱这样 电子乞讨 美国这种 虽然有开破这种 但是还是相对没有中国那么方便 她比较喜欢用支票 支票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 你可以随先携带一个笔 还有你的支票本 没有代线金 支票呢它是有一种记账的功能 你支付出去的支票 别人对话了之后 在银行里面都会有电印的 那么下面就讲到 我们怎么去存这个支票 有三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是小额的支票 你可以在手机上存 下的一个APP里面 下面就有它的选项和功能 你可以把支票背面 需要你签字的地方签上字 然后就用手机去照 它就自动存进去了 这种你支票不会被收走 第二种是大额的 比如说如果这张支票的数额 已经超出了你银行的限制 你不能在手机上存的时候 那么你就要去银行的ATM机 或者是柜台去存 去ATM机的话 你就背面不用签字 你直接放进去就可以了 稍后会演示一下 这两种存支票的方式 一种是在手机上 第二种是在ATM机上面 所以待会见 现在给大家演示一下 存小额的支票在手机上 OK 所以现在可以打开你的手机 银行的APP 我是用的CHESS银行 然后主动密码 所以点左上角的菜单 就有DEPOSIT CHECKS 然后你可以选择存到你的哪一个银行账户里去 存支票的金额 我现在有一张支票是别人开给我的 120块钱 所以我选择输入120 他就会要求我拍支票的照片发给他们 正面 然后反面我已经签过字了 这样就选择NEXT 不好意思 反应有点慢 选择DEPOSIT 这样钱就存成功了 下面去找一个银行ATM机去存我另外一张 比较大额的支票演示给大家看 OK 现在就是怎么在银行ATM机去存你的支票 先查你的银行卡 输入密码 从声音能够分辨出来大概是什么数字 OK OK 所以你可以选DEPOSIT 他会问你存现金还是支票 你可以选CHECKS 然后你把支票放进去 然后你把支票放进去 好晒啊 你忍一忍行不行 他会让你输这个金额是多少 confirm DEPOSIT Continue 他会让你选你要不要收据 收据上面要不要支票的照片 然后选要 他会打印一个收据给我 所以这个收据上面是有支票的照片的 你保存好你的收据 你就知道是哪张支票 现在已经做完了 finish 谢谢小助手 美丽的摄像师 摸摸打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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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